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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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像赔掉几百万吧 他就很伤心啊 然后跟他太太两个人去参加股东会 说他有一千张红海 那一千张红海今天一天赔多少 一张红海今天一天就赔这个2600 今天一张就赔掉 今天是收75.1嘛 75.1就赔2600块嘛 如果80块的话大概就是 我算5000块了 一张如果赔5000的话 那就是1000张的话就是50万 没有啦今天没有赔到5000了 一张是2000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 投资家日报申请总监 还没有介绍人的 欣吼你好 沐华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红海今天跌了两块六毛 就是一张股票赔了2600块嘛 对 对那其实 我觉得红海真的还蛮多人有的 我记得我前两个礼拜 我去那个台北市的一个通话街夜市嘛 然后我去 今天一张 今天一千张是260万 260万 阿伯今天一天就260万又飞了 对 那不止阿伯有一千张 我刚才有提到说 我去通话街夜市嘛 然后后来那时候 那时候天气还蛮热的 所以进到一家豆花店去吃豆花 然后老板那时候有认出我啦 所以他送上豆花的时候 顺便问了一下 红海的一个后市的状况 后市的状况 我们待会来说 但是那个老板说 他有600张红海 你说哪个夜市啊 通话街夜市 通话街有可能 因为那个通话街夜市人潮汹涌 对啊600张红海 什么通话街啦 那个在松山的那个是什么夜市啊 松山的劳河街夜市 劳河街夜市人都超多的 那个那边开开摊 那边摆摊的那个都金色色了 对我觉得其实你看到 连豆花店的老板他都知道要买红海 那今天要不要卖豆花不要卖了 因为今天一天600张就赔多少了 就赔了150万了 但是其实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红海其实他现在目前台 等一下你那天怎么建议他 我先问一下他的成本多少了 他说他的很多成本已经是零块了 那放很久了 那就再怎么跟他建议他 也不可能卖红海的股票了 很多成本零块 对啊很多成本 就是已经爆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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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所以其实还好了 他的持有的成本非常的久远 然后成本非常低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老股东 都会担心他自己的股票 其实应该更不用讲说 像去年时候多少的台股投资人 是买在100块之上 尤其是麦格里那篇报告 对麦格里那篇就是说 红海是世界的整合者 然后他的目标价调到200块 就从海内波就冲到120块 对啊后来其实因为有很多的 小股东都相信郭泰民讲的那句话 就是股价不到200元 他绝对不退休 所以再加上那一篇 麦格里200元目标价的研究报告 所以其实红海的投资人 其实很多都是前步后继的 相信他会到200 然后前步后继的不断的买进 但是他的股价确实是从去年的 去年的六七月开始反转 那时候最高是在122.5 开始反转下来 到目前为止其实波段的跌幅 也超过三成以上 那大家就会担心他未来的状况是如何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看到 红海这家公司 他不只是台股小股东人数最多的一档股票 他目前的股东人数是超过70万 台湾的股民才没几百万 他就有70万人都拥有他的股票 几乎人数一张 几乎人数一张 甚至其实还有很多的退休族 然后甚至菜兰族 甚至还有一些刚出社会的小资族 都因为郭台铭的光环 去相信红海这档标的 所以大家都愿意去持有这家 这家他们心目中 可以让他们放心的一家公司 但是近期的股价确实是表现得非常的腊差 那会出现腊差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有从几个面向来看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待会晚一点 会花一点时间来讲 那个川普他呛吓说苹果要将 希望苹果能将生产线搬离中国 撤到美国 哪有可能 绝对不可能 对绝对不可能 25%关税给你磕啊 对一定是给他磕 反正我手机就涨价 涨价 因为其实我们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 好像以去年苹果他推出的那款 iPhone X的那款手机 他的售价是999美金嘛 折合台币将近要 那是后来降下来 对 一开始出的时候是超过1000块以上 对那他后来的售价 其实我们以那个999美金那款来看的话 其实鸿海他们组装能够赚的利润啊 其实才8块美金而已 一台卖999美金的手机 鸿海只能赚8块美金 相当于占比不到1% 其实只有0.8% 那其实他的很多的一些零组件啊 比如说像荧幕 他的成本大概是80美金 那大力光所生产的这个镜头 成本大概是33美金 还有像Netflix成本是45美金 D-Ram成本是24美金 其实都没有比Apple他自己赚的多 因为Apple光是一台iPhone 他可以赚的钱 大概就是587美金 所以其实从这样子一个成本结构来看啊 其实即使川普希望Tim Cook 他能够将生产线搬到美国去 但是Tim Cook 他是一个非常会算计算机的一个生意人 他算一算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 因为如果搬到美国去的话 整个生产成本 其实他不只会大幅的上升 而且没有意义 对哦 所以我觉得刚才木华哥 他会提到说 他一定让他瞌睡 那瞌睡的结果 其实对美国政府是好事啊 因为他可以透过瞌睡的方式 你去想如果接下来美国政府 针对来自中国的5000亿美金的这些进口比 对美国进口比 全部都瞌10%的关税 那一年就可以对美国的财政部 增加了大概500亿的一个营收 500亿的税收啊 这个其实都对他们政府的财政的平衡 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你知道吗 2017年就今年啊 美国全部海关收到的关税 也不过才330亿美金啊 所以川普正在开源节流 对啊 美国全年啊 这个海关能收到的税 因为美国其实关税是很低的啦 对 甚至对很多国家很多商品是零关税 他才能收到330亿美金啊 所以如果这一波如果5000亿都磕10%的话 他就多500亿嘛 对啊 那也不错啊 对川普来讲 其实还有更多的钱 500亿就比他一年收的税还多一倍多啦 对啊 但是如果要撼动全球的科技产品的供应链 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啊 因为这是生根蒂固的一个状态 其实要连根拔起的难度非常高 再加上利润真的太低了 低到其实我觉得苹果他 他应该 如果他不想要涨价的话 他不想要让一只iPhone的手机涨价 他可能就自行吸收嘛 因为他毕竟他一台999美金的iPhone X 他拿走的587美金的超过一半以上 将近快六成的利润 所以他其实是有人力去吸收关税 所造成的一个成本的一个上升 但是如果他 大概是100美金左右 对啊 如果上升的话 就顶多他从587降到 他的利润从587降到487嘛 对啊那如果各一半一半 就是如果一部分反映产品的报价 产品的涨价上 一部分他吸收 其实我觉得就听Cook的角度来讲 他应该不太可能会叫他的下面的这些供应链 全部搬走 这个困难度真的太 供应链也不可能搬去美国 供应链就算是有能力的人 他也不愿意去 第二个 很多都根本没有能力搬去美国啊 对而且就食物的经验中来看 其实也是不符合现况了 但是我觉得对川普来讲他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可以增加税的一个来源 我觉得对美国接下来的财政的一个平衡有很大的帮助 但这是指这个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会让 但是他可能会影响iPhone的一个销售的一个状态 是因为如果苹果涨价 如果苹果他不想要自己吸收关税的成本 那其实会有很多的替代品可以去取代iPhone在消费者心中的一个购机的一个选择嘛 所以如果当苹果的价格相对叫其他的品牌叫贵 那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品牌的价的性的应该功能又没有跟苹果相差太远的话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会影响到苹果接下来的新机发表后的一个销售的预期 不过这些都还谈得太远我觉得对于今天台股的沙盘啊 其实有很大的因素其实也是资本市场他会担心 担心什么其实就是川普真的是来真的 他完全没有要任何松手的状态 所以如果当川普是真的来真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自然会造成金融市场比较剧烈的波动 那引发我们觉得今天应该比较像是多杀多的一个内容啊 那多杀多 今天融资可能大几 可能会大减对那我觉得融资这一波应该也是受伤蛮重的 因为这一次我们看 今天很多断头 很多断头 我林月圆跟我讲说今天很多像被动元件一些股票 很多都是嘴角断头 对而且因为其实我们看指数其实没有跌太多 像上个礼拜五指数是加渊指数跌77点 那今天也是跌百余点而已 但是OTC市场是连续2%3%的重挫 OTC今年已经跌了超过10%了 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OTC是许多投资人一般中石户小产户比较会去投资的一些中小型标点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今天有一个新闻就验证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福特汽车就不买账 这个川普希望福特汽车把生产线迁回美国 福特怎么说的 福特说呢 川普政府对中国大陆制造汽车加增25%关税 这已经损及到了 福特的Focus Focus这款车了 他说呢 已经损及到这款车的利润了 但福特的发言人在回应川普推文的时候又说呢 有鉴于啊 这个Focus年销量不到5万辆 考虑这个竞争因素啊 在美国制造FocusActive 毫无利润可言 没有利润呢 我干嘛把这个生产线迁回来 因为川普在昨天推文说 这个推特讲说 福特决定不从中国大陆进口新的修旅车 这个意味FocusActive 现在能在美国制造 结果福特说 错了 没有这个计划 马上打脸川普 好那另外中国大陆8月的出口 今天公布了 如果一美元计年增率是9.8% 不到一成 是低于预期啊 进口的增数则是高于预期的 那另外 苹果遭到川普点名啊 要回美国制造啊 结果鸿海今年股价跌到27个月 新低哦 盘中还一度跌破75 收盘跌了百分之 今天对不起啊 收盘跌了百分之3.35 收75块一毛 这是创下2016年5月以来的低点 那我们刚刚讲说 今年以来 加卷股价指数到上周五啊 只有涨204点 今天一跌跌121点已经快不涨了 那另外贵买指数啊 到上周五跌幅是百分之7.58% 就是从年初到现在 那加上今天的百分之3.56的跌幅 贵买指数已经跌超过10% 所以庆隆看起来是中小型股票啊 这个问题比红海搞不好还严重啊 对那我们还是先来讲一下红海 我觉得红海现在 26个月的低点 对26个月的低点 27 27个月 我觉得未来股价应该还有更低点 还有更低点 应该我们从各项 那你应该建议豆花哥赶快卖啊 虽然说 虽然说他600张有些是零成本啊 但是早卖还比晚卖啊 你 我跟你讲你失职了 你如果那天吃豆花叫他卖的话 他今天搞不好不用赔到这个100多万 是是是 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些投资人 他是长期持有红海的啦 那如果把时间拉长 其实现在的价格 其实也许你可以一笑自知 也许过一阵子 过个几年 他又重新上来 所以我觉得 他们可能想要的就是 每年可以 就是领到一些鼓励 然后这次其实也会参与现金减资嘛 我觉得长期来看啊 其实我们认为红海 还是一个不错的一家好公司 但是他们今年以来 确实遇到蛮大的麻烦 那这个麻烦啊 其实你在媒体中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看到媒体的一些相关 对于红海的报道 其实都是相对较热观的 你就看到郭董到处的去开疆辟土 他不断的 不管是把他的旗下 红海集团旗下的FIA 切割到陆谷去上市 那这一个动作啊 就让郭台铭的身价 一息之间暴增了1200多亿 他的富比式的那个富豪的排行榜 也跳升了将近快30个名次 就是单独只做这样一个切割 所以好像似乎红海 他在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讯息 甚至他蛮在推崇的时候 他们想要做这种工业四点 然后关灯工厂 他们这几年花了非常多的钱 在做这相关的一个投资 所以自然而然他会降低他 我们看到他的第一技术 或第二技术 他的一些毛利率 或者是营业利率 或者是营业净利率的一些表现 但是啊 其实我们其实经验以来 其实就嗅到一个蛮不寻常的 其实就是红海在财务代表中啊 其实有一个财务的一个数字 叫做存货周转天数 存货周转天数啊 他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啊 上升到53天 53天是什么样的概念 他不仅啊 比2000年那个时候 出现美国网路泡沫时候的46天还要高 甚至比2008年 全球陷入金融海啸时候的42天 也还要再高 甚至2015年 当时的人民币因为会赶 人民银行想要就出口 所以他们大幅的让人民币贬值 那个时候 红海的存货周转天数都还有43天哦 所以当他今年的第一季 存货周转天数上升到2000年以来 最高的53天的时候 其实他就有非常大的警讯出现了 所以这个好像现在出现 普遍科技场有存货堆高的问题 包括你看最近低润 Nefresh的问题 其实都有 而且他这个 高到其实已经是创下 大概2000年以来 最高的一个数值了 那其实大家知道 其实存货周转天数啊 其实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家餐厅 一家餐厅他生意的好坏啊 你会去计算他的客人的翻桌的时间 就是一个客人他可能用餐90分钟 就翻桌一次 他的生意绝对比一个客人坐在这边 用餐两个小时才翻桌一次 他的生意绝对还要好 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这种 带有那种餐厅翻桌时间的 这概念的存货周转天数啊 在不断的上升的时候啊 其实就可以隐约的感受到 鸿海他的呃 营运其实有出现一些状况 那他今年的第一季上升到53天 这已经是2000年以来最高的一个天数了 就好比他他过去只要30几天 就可以把库存全部周转关 但是他现在要花53天 2000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时间点 甚至到今年第二季他8月14号所公布的第二季的财报 那时候的存货周转天数也没有降下来 还是维持在52天的相对的高峰 那一般来讲啊 其实我们看到只要存货周转天数啊 他出现的不断上升 甚至创了这十几年来 甚至快20年了一个新高的一个 新高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啊 他只会有四种可以去解读的意义 这四种可以解读的意义啊 第一个就分别代表就是产业竞争家具 那第二个叫做产品单价下滑 第三个是制造成本上扬 第四个就是经营管理欠家 这四个啊 没有一个是对营运好的一个解释 我觉得不只是鸿海他的存货周转 周转的天数不断攀升 那甚至我们先前其实有在木华哥节目中 有跟大家特别提到的台积电之外 还有一个国具国具也蛮明显的 国具其他在股价在一千多块的时候 其他的存货的周转天数也是不断的在上升 所以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存货周转天数会上升的原因 如果上升到历史新高或者是这几年来的新高 一定只有这四个意义 所以这是不是告诉我们其实景气根本没有那么好 包括苹果其实是有问题的 目前看起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在 就是当制造 因为有毕竟我们看到鸿海 它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科技产品的代工的一家企业 当这一家电子代工的一家企业 它的产品是包山包海 当它的库存的周转天数竟然被拉得这么高的时候 其实就代表了它的客户就是需要周转的时间 就是需要翻桌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就是过去可能90分钟就可以翻桌一次 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拖到120分钟才能翻桌 对啊你看你看大力光今天跌了快8% 对不对 平盖骨 那加联谊这些平盖骨 今天几乎要跌停板 那另外华通也算是平盖骨 对 今天跌停板收盘 这很怪耶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 平盖骨全倒耶 全倒 这部分应该是反映他们接下来这个新机的销售 可能没有办法入 但先前外资他们所预期的 可是大家不是都看好这三支机吗 尤其是那个6.1寸的那个LCD的 那个说700块美金啊 那个是卖翻啊 等它上市大家再来决定它未来的一个动向 因为我觉得今年以来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过去啊 其实新机只要苹果的新机上市前应该会带动苹果相关供应链的股价往上走扬 然后一直走到什么时候走到它上市完之后 然后它可能就会见到高点开始开始出现回答 但是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它还没有上市之前就开始出现蛮明显的一个回答 那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它必须有一些警讯 我觉得这个警讯我们一开始有特别提到 就是当iPhone已经出到了第九代第十代了 它的新功能没有办法再去跟其他的品牌差异化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消费者也许就不会这么的爱用苹果的手机 人家Note 9那根笔还可以遥控拍照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当那个就是PPT的时候投影简报笔 所以其实iPhone已经有创意 这几年的手机它已经没有那种让我们觉得眼睛为之一亮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功能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苹果接下来要去面对 那台湾成也苹果半也苹果也必须得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好非常谢谢孙庆荣总监 谢谢庆荣